一個30歲的女人來到大圍美林村探爸爸 誰知一出獵就懷疑被一個陌生男人 固著頸和撞到牆邊 男人還涉嫌用戒刀割傷他的手和大腿 女事主的爸爸報警求助之後 有警員手持盾牌到場 又派人爬上炎紅頂找疑空的蹤影 這宗懷疑遲刀襲擊案發生在星期六下午4時多 據了解女事主沒有和人結怨 她當時自己一個人來到美林村 結果被一個穿著黑衣戴眼鏡的男人襲擊 疑空更加涉嫌恐嚇事主說這次你走不掉 她走掉之後來到爸爸的住所 最後由救護車送到威爾斯親王醫院治理 警方仍然在調查事件起因